它是一路延伸到那邊 去大概有九公尺長 建築物感覺它好像要分成兩份 你看到這個窗位就是有歪斜嘛 你可以看到窗外的風景 48處裂縫 3處漏水 加上6處地板高低差 乍看很難相信 這是由設計界奧斯卡支撐 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亞洲唯一一間紅點設計博物館 最近一次最嚴重是上次颱風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窗框有三處都會漏水 然後所以就像這邊漏的 就導致這個地方淹水 那裡面漏的就導致展品就潮濕毀損 紅點設計博物館於2013年 正式進駐台北松菸文創園區 因臨近遠雄大巨蛋工地 造成無地基的古蹟空間不斷受損 他們向文化局提出 場地狀況使用不變的問題報告 卻無法得到有效的解決方式 因為一直在列嘛 所以對他們來講 維修也是問題啦 然後接近工地生意也不好 所以這也是大巨蛋的受害者 就8月12號的報告裡面 很清楚所有圖文文化局都有掌控 而且已經要求遠雄公司要出來負責修復 我們願意盡一切的努力協商 希望紅點也能夠願意留下來 台北市認為紅點是大巨蛋工程的受害者 應由遠雄來負責 文化局會再協助紅點場館改善 紅點博物館對此回應 文化局應該善盡保護房客的權益 我們的訴求就只是覺得說 我租了一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本來就應該是好好的 那這是房東的責任 紅點設計博物館 除了地面與牆面各處的大小補丁 外觀已長達一年半 遭受鐵皮圍離包覆 也都影響博物館的營運 所以上次我們營運總監 來台灣的時候就說 就是民眾會以為 這個地方就是工地 然後你看我們的地方其實也蠻不好找的 然後指示系統也不是很清楚 因為參觀人數和開館初期相比 大幅下降超過五成 紅點設計博物館回應 確實在討論退出松菸的可能 最最嚴重 其實我覺得對紅點來說 是品牌形象的損傷 因為我們是一個標榜好設計的品牌 所以我們想要做事情 就會希望把它做到好 而不是半吊子或是隨便弄 所以目前其實是總部 我們內部其實是有在討論 就是說這個博物館 它到底適不適合繼續營運 還是說它需不需要搬錢等等 都有可能 全球三座紅點設計博物館 都選在古蹟設立 展示新一代設計 看上的是場域中傳承的文化記憶 可惜因大巨蛋施工傷害古蹟 加上隔音不良 漏水嚴重 裂縫擴大增生 就算文化局實地探勘後 一再保證建築物結構沒問題 但實際在裡頭辦公的博物館人員 還是難以安心 我們感受比較明顯的是說 你每天上班你就會發現 又有新的裂縫 那你就不僅 就是不僅會擔心說 這是真的沒有問題嗎 全球第三座紅點博物館 全微性的國際設計組織 不排除撤除台灣 也是對即將舉辦 世界設計之都的台北市府 一大疑問